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查也先提前谢谢大家的三连了 那么好 言归正传 本期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B站小伙伴的投稿 事情是发生在他初一的时候 因为他特别喜欢盗墓笔记 正好那一年是8月17 盗米跟小哥的十年之约 于是他就和妈妈 阿姨 还有姥姥爷爷说要去长白山玩 然后大概是8月17号的前几天吧 他们就到了附近 不过接下来一行人的遭遇 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惊恐万分 从始至终就好像自己 妈妈以及阿姨这三个人 被隔离在了那间宾馆的房间一样 感觉只有他们三个来旅游了 姥姥爷爷压根就没跟着一起来 这里要说一下他家比较信这些 经常能碰到各种灵异事件 而且那时候他妈妈和阿姨其实都已经皈依了 没事就会去寺庙做做法事 捐点香火 每天诵经几百遍什么的 寺庙里的人还说他们都属于灵感比较强的那一类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正题 他们第一天晚上住的那个酒店 就是刚一进房间门的时候 他就感觉有点害怕 甚得慌 但是由于自己胆子比较大 平时又超级爱看恐怖片什么的 所以他就单纯的觉得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然后等进了房间 他在一边收拾行李 妈妈和阿姨则是坐在右边靠窗户的床上聊着天 那个阿姨就问 说你老公最近身体不好 各方面也不顺 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他妈就说确实有东西馋的 等过几天去庙里超度一下就行了 之后两个人就碰了一杯 但就在他妈仰头喝酒的时候 眼睛往下一扫 就发现有个女的趴在他脚边 就在两个床之间的过道上 只不过不是那种传统的真子形象 而是过耳的短发 有很小很小的卷 头发湿的还滴着水 穿着那种白色的睡裙 朝着他妈咧着嘴笑 嘴里面还长着细细蜜蜜的小尖牙 满嘴都是黑色的 这时候他妈就看向阿姨 意思是问他你能不能看见 但阿姨看他妈僵在那儿 自己也不敢动了 就这样两人大概静止了有两分钟 阿姨就一直在问 说怎么了怎么了 他妈就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床下面 那阿姨虽然看不见 但也是瞬间就懂了 两个人也不敢再喝了 就转头收拾东西 等再看的时候 那个女的已经不见了 后面他妈就在屋里开始诵经 她则是在左边靠近厕所的床上 看恐怖小说 并且刚才也没注意到妈妈和阿姨发生了啥 可就是突然之间他开始有点发毛了 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就是汗毛真的直接竖了起来 感觉屋子里有东西 不过他那会儿还觉得是自己看小说看的 于是就爬到了他妈妈的那张床上 一直看到了后半夜11点多 要去洗漱的时候 他竟然不敢去了 要知道他胆子特别大 从来没有自己不敢做什么要人陪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就很奇怪 他当时呢就叫妈妈过来陪着他一起洗漱 可结果搞笑的是 那个阿姨也跟了过来 说他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待着 没办法 三个人就只能挤在小厕所里轮流洗漱 这个洗完等那个 那个洗完等这个 并且全程都保持着高度警觉 一直在镜子和厕所门口来回扫视 时不时的还会往床那看 生怕一眼没注意到 房间里就多出个人来 然后等洗漱出来后 他们就准备全都挤在一张床上睡 当时妈妈睡在了靠近厕所的那边 自己在中间 阿姨则是挨着窗子 她那会儿呢 因为年纪小 虽然很害怕 但终究是抵不过困意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妈妈也是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经文中入睡的 就只剩下了阿姨 实在是害怕的不行 之后应该是三点左右 她就被阿姨给轻轻摇醒了 就看到她拿着手机给自己打字 说别出声 听 但就在她刚想拿起手机问她听什么的时候 外面就传来了哒哒哒敲玻璃的声音 不是用指关节敲出的那种闷闷声 更像是用指甲敲击的清碎声响 她俩也不敢出去 因为不知道窗户外面有东西 还是有东西藏在了窗帘和窗户之间 反正是把她俩吓得够呛 但最终两人实在是撑不过困劲 于是就在害怕中渐渐睡着了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集合 准备出发去景点玩 虽然困得要死 不过因为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酒店了 所以当天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之后就是第二天晚上第二家酒店 这张是房间的布局 她说自己虽然不懂风水 但就是觉得这间屋子的格局很怪很怪 厕所超级大 比外面奉床的房间还要大上许多 而且厕所门一开 洗漱台上的镜子正对着床尾 这就是标准的垃圾格局啊 但她也是胆肥 接着看自己的恐怖小说 她说书名都还记得 是十四年猎鬼人 但这次还没等看几页她就不行了 直接把书的封面扯了下来 扔进了垃圾桶里 因为她觉得那个封面极其恐怖 可自打她撕完书以后 一切都不对了 她就跟妈妈和阿姨说 厕所的门必须要打开不能关 因为只要从关上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觉得里面有个人在站着看着自己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房间很小很小 按理说也没什么可怕的 但他们三个就是莫名的恐惧 不过索性当天晚上平安无事 他们除了害怕之外什么也没看到 而她妈妈呢 本来第一天晚上还很淡定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她也不行了 还说自己的直觉告诉她 今晚睡觉之前要用手机放着经文 不然一定会出事 后面妈妈甚至还给寺庙的师傅 和一个会看事的大姨打了电话 可都打不通 没办法三个人就只能硬着头皮睡 不过这次他们倒是学聪明了 直接把行李堆在了一张床上 然后三个人挤在一起 也不聊天也不看手机 直接倒头酝酿睡意 手机里的送精声也放得很大 就这样几个人很快就睡着了 她说自己是那种一觉到天亮的人 但那天晚上出奇的 她竟然半夜被冻醒了 抬头一看空调开的是暖风 没错呀 而且那会儿还是八月份 他们三个都穿着不薄的衣服 挤在一个厚被子里 不热死都算好的了 居然还能把她给冻醒 这就很诡异 然后她还突然觉得 房间有点不太对劲 但是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 是哪出了问题 于是她就静静地躺着看着天花板 大概过了能有几分钟 她终于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就是现在的房间里太安静了 送精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那个手机一直充着电 没人动它是绝对不会停的 她呢这时候就真的毛了 推了推旁边的妈妈和阿姨 谁都没醒 之后又看到厕所门没关 她就稍微抬起了点身子 去看厕所里的镜子 一眼她就看到了那个女的 正趴在门那边看着她们 不是在厕所外面 而是里面 就像是那种捉迷藏的小孩子 身子在厕所里面 歪着头探出来的样子 她就被吓得整个人都不敢动了 也不敢呼吸 只能一点一点地躺回被窝里 那一夜她是彻夜未眠 一直熬到了天亮 然后就是第三天 她们住的是和第一天同一家酒店 只是房间不同而已 她们在玩了一天后 回来就开始洗漱 当时是她和阿姨先洗的 最后才是妈妈 等洗完后 她妈就出来坐在床边 开始一边吹着头发 一边聊天 也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电视一直都是关闭的状态 女生嘛应该都懂 吹头发要从后面往前吹 可是她妈妈吹着吹着 从吹起来的头发缝隙里朝前看 就正好看到了电视黑屏里 反周的那个白衣服女人 此时正坐在她身后 一条腿放在床上 另一条腿在底下耸拉着 还一晃一晃的 这张图里红色的地方 就是那女人的位置 她妈妈呢也没办法呀 只能继续硬撑着 把头发给吹完了 再一抬头 那个女的就不见了 后面她妈就赶紧把眼睛闭上 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 手里还攥着脖子上的经文牌子 而这件事她妈当晚并没有说 是第二天才告诉她们的 可结果那个阿姨却说 当时她妈起来后 那女的就站在她身后 只不过她不是看见的 更像是在脑子里出现的影像 反正那几天她们一行人 玩也没玩好 住也住不好 吃就更别提了 最后她们在玩的四天后 终于踏上了返程的车 等到了地方 她们都不敢直接回家 而是把行李放到门口后 又直接开车去了寺庙 她说具体的记不太清了 反正那个师傅说 进去磕几个头 拜一拜 再烧个香就没事了 但大家是不是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 并没有 在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一直能听到客厅里 有来回走路的声音 后面甚至还听到了 慢慢的有节奏的敲门声 声音不大 而且不是正常的敲 是那种在很低很低的位置敲的 大家想象一下 就好像是有个人趴在地上 敲门脚的声音 咚咚咚 然后等到了第二天一早起来 她妈就给那个阿姨打电话 两个人的第一句都是 那女的是不是跟着回家了 最后他们又去了趟寺庙 单独找了师傅 把这件事和她说了一下 而师傅呢 也重视起来了 给他们三个都灌了顶后 就让他们去寺庙门口的 土地庙里拜一拜 说那里特别的灵验 再后来 那个女的就没有再跟着他们了 好像是师傅 让那东西留在寺庙里修行 给了她一个安身的地方 而事情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肯定有人会问 当初不是五个人一起去的吗 她姥姥爷爷呢 还有他们都是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发生的事 那他们白天都在干嘛 关于这个我也问过这个小伙伴 她说白天的时候 一行人就跟着旅游团到处逛景点 等到了晚上一进酒店 就各回各屋 就好像没有他俩人一样 并且他们从头到尾都没跟老老爷爷说过这件事 更没有因为害怕从宾馆里出去 就真的很离谱 今天分享第二个故事的小伙伴是一名留学生 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 他就在国家里面选了自己比较喜欢的白俄罗斯 因为这里的苏联文化比较浓厚 但是当他到了以后才发现 更浓厚的其实是宗教氛围 大街上的教堂随处可见 而他呢 就读于明斯克国立大学预科的人文系 他刚来明斯克那会儿 就约着同学一起去周围逛逛 那时候他就觉得去逛个公园啥的 没什么关系 更别提什么害怕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治安非常好 大街上经常会有警察列队职勤或者是巡逻 当时呢 他和朋友在地图上发现了一个湖心岛 就觉得很好奇 感觉这里景色不错 于是就搭乘公交车过去了 然后等到了地方他们才注意到 原来在这座湖心岛的周围还有一个小教堂 但是因为同学对信仰这块没什么兴趣 所以他就只能自己进去参观了 想着妈妈以前说的 无论是教堂啊 寺庙啊 还是道观 哪怕你不信 也尽可能的去拜一拜 磕个头什么的 他呢 觉得既然都来了 那就表示一下尊重吧 于是就在旁边的小摊子上买了一根蜡烛摆放到了指定的地方 这张图就是那个位置 因为他的俄语水平还可以 所以也能看得懂他们的宗教用语 只不过不同的蜡烛台子上有着不同的画面 有的是关于健康的 有的是关于神像的 关于这个他就不太懂了 反正他那会就随大溜摆放在了蜡烛最多的地方 自己也没许什么愿 就只是在临出门的时候 在旁边的留言板上用俄语写了一句祝福 说住这个教堂越搬越好 可是等他出来的时候 朋友就跟他说 你这不对 去教堂的话要用手画十字架 然后倒退着出去 而他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也没管那些规矩 听朋友这么一说 他才又回去看着旁边的人 照葫芦画瓢学了一遍 对不对他也不知道 当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他在去教堂之前 那个湖面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他还跟同学在上面踢了一会儿瓶子玩 虽然那会儿正值明斯科的冬季 却也没觉得有多冷 但是当他后面从教堂出来以后 就感觉天变得阴森森的 而且还浑身发冷 要知道他当时可是穿了一件羽绒马甲 和一个羽绒服的 这种刺骨的阴寒就多多少少有点不正常 他就想着赶紧回家算了 而他同学呢 不知道是不是没进教堂的缘故 他就没什么感觉 照样乐呵呵的 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他就全当是做了一次探险 但是从那天之后 他的留学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段时间不光是自己 就连周围的人也受到了很多影响 首先是在住宿的地方 因为他不太喜欢学校宿舍 所以就在外面租了一个依居室 那个小区是比较传统的苏联民居房 年代也比较久远了 住在里面的很多都是苏联时期的老头老太太 人倒是很有善 平时也没什么噪音 他刚搬进来的时候 屋内甚至还留有前任屋主的一些东西 因为人去世了 所以才把房子对外出租的 但他呢 即使都知道了这件事 一点都不惊讶 更没什么感觉 他说一是也没招惹到那个老人家 二是自己付了租金进来的 名正言顺 甚至于这个房子的床他都没换 可能当初那个老大爷就是死在上面的 这他都不介意 可想而知他这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强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也遇到过无法解释的事 那天他刚经过自家门廊的时候 家里的圣母像就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差点没砸到他的脑袋 并且他在此之前 甚至都不知道家里有这个东西 之后就是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黑眼圈特别重 人也没什么生气 以前的他是很活泼很外向的人 现在也不怎么说话了 每天回到家就倒在床上 什么也不干 有时候就是发呆 但是这种情况慢慢的 就开始越来越严重 甚至是抑郁 他经常会在公交车上坐着坐着 自己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然后那段时间还非常想自杀 没有原因的想 家里给他打电话 他也是和以前一样跟父母聊天 但是本意上却不想跟家里说这件事 因为怕家里担心 再加上21年疫情形势严峻 航班熔断 邻国武装冲突 所以他们就只能通过手机来知道自己的近况 并且那段时间家里的门总会莫名的响动 因为是苏联建筑 从单元楼到自己家还有三四层门 所以肯定不是风吹的 他的邻居又是一对老夫妻 也不经常出来活动 更不可能去拽他的门把手 那这个声响是怎么来的呢 再后来就是早上8点的课 他去做饭的时候 厨房的砖就在他面前一片一片的掉下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那种瓷砖在你面前框框往下掉 跟下雨一样 他那次呢就真的感到害怕了 于是立马联系了房东 但是等房东到了以后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种突发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没办法 他就只能联系了自己的男朋友 男朋友呢是白俄罗斯人 他就过来帮自己把碎的瓷砖给糊上了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片上看到 这些裂缝就是当时掉下来造成的 再后来他就真的神经开始衰弱了 毕竟一个人在家 恐惧感会被无限放大 尤其是自己还会一想 甚至于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不敢想象的事 他打电话报警都说不清楚 晚上更是整夜整夜的失眠 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候 由于这种长时间的恐惧和害怕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最后就喊了男朋友过来陪他一起睡 而最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那天晚上 出奇的是 开始他睡得还挺香的 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不失眠的夜晚 他在梦里就回到了那天去教堂的时候 但是这次依旧是自己一个人进去的 男朋友则是在外面等着他 当他进入到教堂以后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但还是能隐隐约约听到牧师的诵经声 然后就在他独自欣赏那些宗教油画的时候 背后就突然有人在用俄语跟他说 你不是这里的人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滚出去 他下意识回头 就看到了一个身穿蓝色冲锋衣 身高大概在一米九左右的男人 拿着一把特别长的剃骨刀向自己冲过来 而且那个人非常的小瘦 之前应该是躲在了教堂后面 之后的情节就是他被满教堂的追杀 想喊男朋友进来帮忙也喊不出声音 哪怕是用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都无济于事 最后他就在刀要落下的时候回归到了现实 然后发现这只是一个噩梦后 他就打算继续睡觉 但此时他却发现男朋友在旁边大喘气 于是他就问怎么了 男朋友说刚才本来睡得好好的 就听见你喊了超级大一声 可能整个小区都听见了 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男朋友 但是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噩梦 甚至后来有一天凌晨的时候 他忽然听到有人在叫 起初他还以为是梦呢 想着这又是什么新花样 可是听着听着他才反应过来 这好像是现实中有人在说help 这句话就被无限的重复 最后他才从男朋友的口中找到了这个声音的来源 那就有点像小时候电动玩具没电了以后 还在发出的微弱声音 真的很诡异 而且那个声音也不像是男朋友的 他呢就想着赶紧把人摇醒 可是开始轻微的晃动 男朋友根本没什么反应 嘴里还在一直说着help 于是他就加大力度 摇了一分钟才把人给摇醒 问他怎么了 他说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脑袋是醒着的 但身体却动不了 他一想这不就是咱们中国的鬼压床吗 原来不只有咱们会被压 外国人也会 并且这种事情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次 慢慢的他养的猫 半夜也会毫无征兆的发出嘀吼 以及自己会频繁的流鼻血等等 那关于这件事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 还是他后来在跟闺蜜打电话的时候慢慢聊到的 闺蜜是在北京当护士 经常值夜班 所以时差刚好对得上 在闲聊的过程中 他就说了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聊着聊着 闺蜜就提了一嘴 说会不会是教堂的缘故 让他去那边找个牧师问问 而他呢 之前一直都没把家里遇到的诡异现象 以及噩梦跟教堂联系在一起 按理说家里出的问题顶多也是房子的原因吧 可经过闺蜜这么一说 他才把所有的事情串联在一起 于是他就托人找了个靠谱的牧师问 最后才得知原来那个蜡烛在他们那边是用来超度亡灵的 如果你没有缅怀的人就不能把那个蜡烛放在那个台子上 并且他当时出门写留言板的地方则是为了祭奠那个教堂零几年大火烧死的一些人 教堂呢也是后来重修的 而导致他招惹那些东西的根源其实有两点 一是他出教堂的时候没有画十字架 二就是他返回照着别人学的时候去画反了 这在宗教里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然后在知道了这些以后 他就和男朋友直接赶去了教堂 据他说这次回去的时候 他刚一看见那个教堂 背后那种阴森森发毛的感觉立刻就出现了 因为这边的信仰是可以把尸体直接埋在教堂花园里的 所以真的很吓人 他呢就去挑了一根比较贵的蜡烛 并在心里默念了一些道歉的话 之后又去到教堂旁边的纪念品商店 买了一个圣母挂式贴在了自己的床头 后来这些事才渐渐消失的 但是直到现在他仍然保留着一个习惯 就是不管白天晚上都要开着挂灯 因为这样做至少能让他心里感觉比较安全一点 也是从那以后他的生活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他还说就像自己现在没事也会听一些诡异小故事 让自己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他经历过这些离奇的事情 不过也有可能是阴差阳错 导致自己的认知出现了某种心理暗示 但这些都是他真实的亲身经历 最后他还说善恶终有报 如果你做了坏事 那惩罚也会在不久的一天降临 如果没做哪怕是坏事找上了 也自然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而事情呢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可以说其中有很多误导性信息 比如那个房子 起初我还以为是凶宅的缘故 其实不然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地方呢 大家说对吗 下期预告天涯神帖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有相关灵异经历的 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